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四款浪漫的丝巾编发 第一个发型先把头发扎成一个高高的高马尾 扎好之后呢用丝巾继承一个蝴蝶结 马尾的三分之一处绑上橡皮筋拉成一个小灯笼 取出一缕头发绕在橡皮筋上再用橡皮筋固定 接着在马尾的三分之二处同样呢也是扎成一个小灯笼 然后取出一缕头发绕在橡皮筋上 然后再用橡皮筋去给它固定 最后的部分呢感觉有点长的话呢 可以再用橡皮筋扎成一个小灯笼 然后用抽发器穿过橡皮筋 取一缕头发从抽发器里面穿过去 然后再给它拉拉松就可以完美的遮住橡皮筋啦 非常甜美的日系灯笼变就完成啦 第二个发型非常简单 就是先扎一个滴滴的低马尾 一定要记得头顶的部分要拉拉蓬松哦 把丝带像这样子重复的绕在马尾上 最后剩余一小部分呢给它打成一个单结 这样子就完成了 非常清爽又有气质 很适合夏天哦 那第三个发型就更简单了 同样也是低马尾 在发尾上绕两圈之后打上一个单结 其实单打一个单结也很好看 然后呢再绑成一个蝴蝶结 这样子就完成了 这样子简单的低马尾绑上一个蝴蝶结呢 就感觉很清纯 感觉很适合拥有一场浪漫的约会 第四个发型呢就是在这个低马尾的基础上呢 绑成一个麻花辫 然后把发尾用橡皮筋扎好之后呢 在头上盘成一个花苞发剂 那发尾的部分呢 记得要用小黑甲给它收紧 最后呢再用丝巾在这个低丸子上呢 绑上一个蝴蝶结 非常法式优雅的一个发剂就完成啦 是不是超简单的赶紧学起来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